可以说科技创新那么推动我们医学的发展 像普森的这个一次性电子塑料光软镜 那么就是一个真实的 我们临床大使是一个触目到的一个写照 那么我们不然从吴教授的分享中可以看出了一次性塑料光软镜 那么与我们传统的显微镜相比 它具有一个更优的一个价格 那么更加作用的一个清晰的程度和更好的一个操控性能 它完全可以满足我们临床大夫在临床工作的一个需要了 在资料散热路结识的一个需要了 为我们数量光软镜在临床的广泛的推广起到了一个助推的作用 但是呢那么仍然我们有看得到 我们的目前市面上的一次性电子数量光软镜 仍然有不断改进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包括了它的工艺 包括了工艺 包括了它的通道 那么同时呢 那么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同轴旋转的一个军医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我们未来 我们生产性电子数量光软镜的厂家 都要面临的一个挑战问题 那么可以说我们预测在未来的将来 那么微创机器人以及我们的靶向治疗 一定会出现在我们密尿性结识的治疗领域的 我想我们真的是从吴教授的分享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刚才我说的这些点点滴滴 再次感谢吴教授精彩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呢我不谈清楚 我们线上的我们的打开门 以及我们线下的通道们 有没有需要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离后需要我们进行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进行下一个时段的一个分享 那么下面呢 那么我们就应该是交给了 进行中受授受了 来看我们北京习何院的健康授教授 好 有请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殿下教授 在线上的在南部的 咱们密尿外科通道 大家众合 那么时间呢 稍稍差一点点 我一个直奔主题 刚才呢 有人用手段管软镜 电子镜 这个图容的 电子是手段 那么可见呢 这就是软镜 可见呢 泌尿外科是一个非常好的室 万事千里之循 有请郑州大学第二附属于人家 泌尿外科许昌宝主任 为我们介绍 肥料管净手术以前 咱们应该做什么 李昌宝教授 是咱们河南省泌尿结石整治中心的主任 也是河南省医师协会的 密尿外科分会的副会长 下面有请许长宝教授共享屏幕 有请 尊敬的叶章群老师 曾经华院长 尊敬的姬志刚教授 咱们各位线上的大咖 同道们上午好 那么刚才听了很多教授的讲课 也受益匪浅 这会儿咱们的会议到现在 已经超时了20多分钟了 我尽可能用这个最短的时间 把我的东西给大家汇报清楚 我今天呢给大家汇报的是 主要要塑料管软镜的数钱准备 塑料管软镜到发展到今天呢 实际上来讲已经成为文明药外科 最常规和必备的技术 不仅仅在我们三甲医院 现在在县级医院 很多县医院都普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塑料管软镜 很多活干不成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一次性塑料管软镜 还是电子塑料管软镜的时代 已经到来了 那么这个尤其是一次性 电子塑料管软镜到来之后 给我们过去 尤其是基层的县医院 可能是买不起那些高大上的 塑料管软镜的 或者开展不了这个工作 给它提供的有很便利的条件 那么它也可以开展塑料管软镜了 那么这样来讲 塑料管软镜的技术会越来越普及 变成我们密钥外科最常见的最常规的一项技术 那么一项技术普及的越广 实际上是质量控制越难八卦 那么这种技术可能就发生并发症的几率就会越大 塑料管软镜的实际上来讲 它是看似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技术 没有什么技巧 不像我们做一个机器人的浮腔镜那么高大上 看着很简单会做硬镜就会做软镜 但是 塑料管软镜手术它有自己的特点 你把塑料管软镜下了手术台了 不见得你这台手术就做成功了 你即使把手术做成功了 不见得你结局病人是满意的 所以说如果让我们一台塑料管软镜最后的结局 让病人满意 那么手术过程非常重要 但是塑料管软镜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只要我们现在塑料管软镜结局 不满意的病人不满意的 有两种情况 一种我们这个医生的水平不行 没有把这台手术做好 还有一种我们手术的医生水平很高 就像我们很多专家 那么他的水平很高 但是塑料管软镜根本不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 就是下面继承医生给他准备的台 来吧我这台 塑料管软镜你帮我来做一下 做完了之后根本病人不会满意 为啥呢 有很多条件限制 所以说对于塑料管软镜来讲 他的塑前准备至关重要 磨刀不武砍台工 那么我们在做塑料管软镜 塑前准备的时候要注意哪些 这个事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适应这么选择 第二个对病人的评估 第三个就是与患者的沟通 另外了解我们的武器 那么塑料管软镜刚才我们这个 包括刘春贤教授团队也讲了 塑料管软镜到底能做多大的结石 无论从我们中国的一四版的指南来讲 从EAU指南来讲 从我们的堪贝尔密奥埃科学来讲 都是推荐小于两个厘米的结石 塑料管软镜的最佳适应的 大于两个厘米的结石呢 一线推荐还是精笔胜 为什么软镜不推荐做大于两厘米的结石呢 那么三方面的原因 如果你做大于两厘米的结石 你的碎石时间就要延长 那么时间长了发生给发生几率就会高 那么你的碎石效果就会差大结石 你一次打磨需要分射 或者你做大结石的话 那手术之后发生时节的 这个发生率就会高 因为这三点原因 他就会不推荐做大结石 那么随着我们大功率火急降的出现 再加上我们医生的技术越来越熟练 做熟练慢软镜的医生没有不做大结石的 现实情况其实是这样 对了 为什么我们的武器好了 我们的医生的技术显熟了 但是你及时做大的结石 你如果过度放宽 适应症的话 很多病人结局是会不好的 你做完之后就像这些片子一样 大量的结石沉积来肾下早 这些肾下的结石 两个月三个月病人不排 那么你做的高高兴兴 病人最后不满意 到时候还是来找你对不对 所以软镜过度放宽适应症也是不合适的 那么我们要既要做大结石 又不能过度的放宽适应症 如何定位数量管软镜的适应症 那么两厘米是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概念 实际上来讲供大家参考 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概念 那么实际症我个人说了这三句 一句话三个条件 如果满足的三个条件 都是顺利化软镜的实际症 第一句话就是预判一个小时内 可以完成碎尸 第二句话就是碎尸理想 不仅完成碎尸 要碎尸理想 第三句话就是预测 术后排施没有困难的 只有满足的三个条件 都可以做软镜 对不对 即使是小于两个厘米的结石 如果不满足的三个条件 也不是软镜的实际症 比方说一个1.5厘米的剩下斩结石 下斩的斩镜又细又长 这样的结石不见得 你是数量和软镜的好的实际症 所以不管你多大的结石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都是一个好的数量和软镜的实际症 重点在哪 重点在预判 我一定要在做手术之前 我可以预先判断 它能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 那么怎么预判呢 预判就是我要 必须强调影像学检查的重要性 影像学检查 有些地方做个彩抄 有些地方单纯做个CT 就给病人去做软镜了 这样来讲实际上对病人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做顺强调软镜的 看似一个很简单的手术 一定要完善我们的影像学检查 应该检查什么 非正强CT加静脉思维照应 刚才我们整个化院那样讲了 你即使不做静脉思维照应 你要做个CTU或者MRIU 只有这两种检查结合起来 我们才能清楚的了解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肾脏的情况 第二个方面肾脏集合系统的情况 第三个方面结实的情况 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我们才能够知道它适不合不适合 顺强化软镜 有些病人你连个CT都没有 有些病人术前肾脏的包膜下都已经接液了 你再去做顺强化软镜 你看是你的压力很好 手术之后包膜下接液 你也包膜下出血的并发症就出现了 对不对 集合系统你更是不了解的情况下 你就不知道它做了之后 排斥有没有困难 你如何知道它做了硬之后 病人的结实能排干净呢 说在手术前 必须把肾脏集合系统 结实情况的三方面的情况 都了解清楚了 我们都才能做到预判 做熟悉关软镜 一样不要做抛肤探查的事情 在欧洲指南那边强调的很明确 强调了影像学检查 对结石治疗的 它的必要性是强制性的 不仅要看肾脏集合系统结构 还要看结石的情况 还要看结石的情况 比方说这个病人 如果单纯看一个CT 就是双肾多发结石 你做了照应之后 你才看它是个海绵肾 海绵肾如果没有梗肚 没有感染 是不需要外壳干预的 对不对 你过度的外壳干预 对病人不见得是好事情 像这个病人 你如果看个肾脏 就是这个肾结石 你做了照应才知道 这个肾脏其实结石 像这个病人 你做了个CT CT上一看 很像一个单纯的肾脆结石 但是你做个复形片以后 一看这么大的一个结石 做了肾脏肾脆造影 我再看我都不好判断 这是个上展的 七十结石 还是个重复肾呢 对这样的特殊病人 我还做逆行造影 你做逆行造影才知道 它是个肾上展的 七十结石 所以对这样的病例 我只有把所有的影像学特点 都搞清楚了 我才能给它 看得适合不适合做 软件 那么我知道它适合不适合 做软件了 我还要预判 我做完手做之后 这个病人的排石 能不能顺利的排出来 影响软件术后排石的因素 主要在于集合系统和结石的特点 如果结石的负荷特别大 集水比较重 砍阻性结石 下展结石 甚至肾展结构有极形的 或者肾展 技肠那种 排石那种 集资性的结石 包括马蹄肾等等这些因素 都是不利于结石排出的因素 那么对这些病人 如果你要做适合软件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在树强和病人进行详细的沟通 要让病人有一种心理准备 即使给你打得很顺利 不见得能排干净 所以影响学检查 对于我们评估 这个病人是不是 数量完软件的适应证 特别重要 在术前的第一个评估 就是影响学评估 第二个 一定要评估感染的情况 像我们中共航院那样讲 就是在术前 对于病人的评估 三个方法 第一个 首先要评估 全身有没有严重反应 第二个 要评估 这个尿常规 这个尿低 这两个 那么如果病人存在 全身严重反应的话 一定不能做手术的 一定要把全身的严重反应 控制下来才能做 再一个 尿常规 阴性 尿培养阴性 很好 一定是可以做手术的 但是尿常规 是不是必须正常 尿培养是不是必须正常 才能做软件呢 我们中华院来讲 我个人意见 不见得 有些病人 你用了很长时间 即使尿培养阴性了 尿常规 很难转阴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病人里面有结石 你想把病人里面白细胞 完全变得正常 这些病人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 但是对特殊的病人 建议你用上一周的抗菌素之后 再给病人用 这样病人发生感染 这个并发症的几率 就会大大下降 即使是尿培养阴性 尿常规阴性 那么就不发生感染并发症了吗 不见得 这种病人照样会发生尿动作血症 所以说尿动作血症为什么不可预测呢 就是因为你即使尿常规阴性 尿培养阴性 照样会发生尿动作血症 就是不可预测的 但是是可以防范的 实际上来讲 我们如果在术前 术中术后 对尿动作血症 我们高度静悉 我们医生该做到的就做到位了 预防性实行钢筋素呀 看见你用感染的情况下 能不做就停 二期来做 术后那两个小时 常规的复查尿血常规 这样的话 即使我们不能够预防尿动作血症的发生 但是我们可以能够预防严重尿动作血症 预防感染性休克的发生 实际上尿动作血症可怕不可怕 不可怕 那么术前呢 孩子是不是常规要留置双接管呢 实际上来讲 从15年EAO来讲 就不再提倡对每个数量化软件 术前常规留置双接管 但是现在在我们国内还有部分单位 孩子常规留置双接管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如果你预先留置双接管的话 一定是有利于数量化软件的操作 包括支撬的这个顺畅度 包括对数量化的损伤都会下降到最低 所以说现在我们在手术前不提倡 对于每个病人都这样做 但是你这样做了是有好处的 是有好处的 那么如果我们对病人不预先留置双接管 我们一起来做手术的话 那么很多病人预见进窍困难 数量化有狭窄 对这类病人 我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我们的狭窄程度不那么严重 我们用内窍轻轻地扩一下 就可以上去了 这个数量化硬镜在扩这个一下 就可以上去了 这部分病人不影响我们做软件 如果对特殊困难的病人 那么上窍特别困难 那么对这部分病人 我个人的意见 不建议我非要一起做成 我要做球囊扩张 我要做什么内切开 一起做 对这样的病人 你如果去这样的做 会增加一元性的数量化 狭窄的发生率 对这部分病人 你简单的直上个双接管 两到十都在做 大部分病人都能成功 那么我给病人二期来做很容易 为什么我非要冒着 对病人增加一元性 数量化狭窄的风险 追求一期成功呢 这样的话是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所以说呢 我个人的态度就是 不建议对特别的困难 非要追求一期成功 做不成就放个双接管 二期来做 对数量化软件 数前的沟通特别重要 为啥呢 数量化软件到目前来讲 还是花费比较大的 在全国问了 我们河南有些兄弟单位 两三万块钱可以下来 有些单位都要四五万块钱 花这么大多的钱 但是我可以保证给病人碎石很理想 但我不能保证手术之后 病人的节食排除的很理想 所以在数前一定要给病人讲清楚 要有病要让病人有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 不能告诉病人 我跟你做了很好 病人手术很满意 你一定会好的 不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降低病人的期望值 降低了病人的期望值 对我们病人医生来讲也是很好的 也是很安全的 大家知道前一周我们 整个一个兄弟面外和好兄弟 对被一个病人砍了 这种事情我们不愿意发生在我们身上 怎么办 数前一定要告诉病人 降低病人的期望值 所以说在手术之前我们的数前准备 一定要对病人进行详细的评估 那么评估完病人之后 我们还要评估我们自己 评估我们自己什么 量力而行量气而行什么意思 评估我们自己的技术 评估我们用的武器 对不对 那么我们自己的技术 我们是个初学者 我就选一些简单的节食 先练一练手 我是一个成熟者 我做了五百例了 一千例的重量软镜了 那么我可以就挑战一些比较大的病人 比较节食比较复杂的病人 对不对 一定要量力而行 另外要量气而行 你用什么级别的武器 你就干什么级别的滑 你用的香味镜 你就干香味镜的滑 你用的电子镜 你就干电子镜的话 你用的一次性软镜 你可以干一次性软镜的话 为什么 一次性软镜不怕坏 随便用 随便管 反正我不在第二次用了 所以说我可以挑战一些角度 很复杂的病人 用坏了就完了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静子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激光 也是这样的 你用的什么样的激光 你一个大功率的激光 你在两百微米的光纤下 你能量可以开的比较大 你就可以挑战一些大的结石 那么你的能量是比较小的 比较温柔的 那么你不要做太大的结石 为啥 睡时时间比较长 医生也比较累 那么你这个病人的结局 也不见得好 所以说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要评估我们自己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 评估网纹的镜子 评估我们的激光 那么我刚才讲到是什么呢 那么如果说了 我们用了一个熟鸟管软件 是一次性除烟纹软件 那就最好了 是我们没有一点后顾之忧的 但是现在河南现在开始单命路付费了 我们呢 这个省级医院还没强制要求 只是要求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第四季的医院 已经开始要求单命路收费 我昨天到了我们开封地区 订了熟鸟管软件 才一万多块钱 对这部分兄弟来讲 很渴望用上一次性的 人们普生的镜子 但是只要单内容付费了 我们医生就受限制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一次性镜子 我们如果用的可重复用的镜子的话 在数前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技术炼到位 尽可能让延长我们的 熟鸟管镜子的 用的这个使用的时间 使用的时间 那么怎么样延长我们使用的时间呢 一定要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技术 大家看一看这个小的短视频 小缓线十秒关键时 请用运离过渡或者扭曲插入部 请紧的过注插入部 防止急弯折或者过渡弯曲 激光光线指标 当查入激光光线时 尽可能让软性输尿管镜 保持笔直 完全放开 角度控制操作杆 并让软性输尿管镜 保持笔直 只有当激光光线的先端部分 出现在内镜图像中时 才能启动激光 否则将可能造成患者受伤 和器械管道受损 在启动激光之前 确认内镜图像中 能看到激光光线线端 从收尿管窍中 收回软性收尿管镜 从收尿管窍中 收回软性收尿管镜时 如果弯曲部角度没有恢复 可能造成插入部受损 让弯曲部逐渐伸持 如果结实碎片 接近软性收尿管镜 和管窍之间的缝隙里 就会很难收回软性收尿管镜 过度用力地拉拽软性收尿管镜 可能会损坏内镜掺入部外层 在这种情况下 小心地将软性收尿管镜 和管窍一起拉出 刚才这一段的视频 就是我们初学的 容易坏镜的环节 实际上对于我们操作 很熟练的一生 照样会坏镜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 我又不给大家放了 那么收尿管软镜的 出权准备 实际上对于收尿管软镜的话 至关重要 关于这部分内容 去年我也在咱们 《现代棉花》杂志 专门写了一个文章 主持有高度重视 苏销和软镜术的出钱准备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这篇文章 这个我的汇报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季教授的这个主持 现在交给咱们 季志刚教授 谢谢 谢谢许长宝教授 不愧为咱们河南省 命连结石总终主任 看得出许教授的 许教授的风险 整个讲解呢 详细流水 一气何常 把咱们村长官员 数前准备的方方面面 都进行了介绍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展开讨论 再次感谢许长宝教授 那么下面把话筒 交给下一个环节的 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的 我的老兄李伟教授 李伟教授呢 是咱们河北医科大学 电视副医院的主任 也是咱们河北省的主委 也是咱们中国 命连外科界的著名摄影家 下面有请我的老兄李伟教授 好谢谢 谢谢这个季教授 尊敬的这个易烊群教授 还有这个曾院长 还有在线的各位大科 大家忠悟好 咱也不多 不多说了 下面就有请呢 我们那个薛卫教授 薛卫教授 他是人气医院的 密养科主任 全国密养外科的学会的常委 上海市密养外科分会的副主委 他就是他们那边搞这个 日间手术是搞得相当的出色 一年都做了两万多台手术 所以今天他把这个软镜 日间手术给咱们介绍一下 好请薛教授 好 我们都是一个疫情的这么一个状况下 大家现在都是比较的这个都是比较的激动吧 这个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开会的过程 这个东西大家听得到吗 我这么听得到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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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因为现在都是在这么疫情的情况下 这个而且这疫情的现在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本来到了6月份 我们都以为这个马上就能看到曙光了 这一下子现在又紧张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密尿外科的这么一个思考 那么今天呢我呢在这个会上呢也就趁这么一个热度来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我们密尿科的这么一个输尿科软镜的日间手术的一个思考 因为这个呢因为大家前面李教授李维主任呢也已经跟我们做了一个铺垫 我们医院主要是现在最近几年呢 这将在日间手术方面呢我们做了一点自己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现在可能更关注的就是这个疫情 这个时代对我们整个医疗的这么一个改变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在我们医院来讲的话 我们本来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一个医院 像这样的以前大家排队这个是整个门急诊啊都是人满为患 那么随着这个疫情时代的来临之后呢 这个大家现在发现这个门前就门停就冷落了 现在有很多的一个限制 现在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病人呢 他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一般性不会到你医院里来进行一个救诊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个新冠的这个认识啊 大家觉得这个病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致命的 这个会影响很大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病的发生 他对我们整个医疗秩序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我们医院里开会的时候 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各家医院都在重点的管主这个复工复产啊 这个能有多少病人呢 我们大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可能啊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结束呢 我们再也回不到这个疫情之前的那么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所以呢这时呢我们要大家好好的要思考一下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这个医疗工作能够在今后呢 能够有一个模式上的改变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社会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需要 对吧我们讲现在这个在这个现在疫情当前的这么个情况下这个患者在最就诊的时候大家都肯定发现了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我估计啊今后我们可能这个现场就诊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就医的模式可能会逐渐逐渐的被线上的这个就诊的这个模式呢会逐渐的转化 现在到底会转化到什么程度肯现在还不能肯定 但是现在逐渐已经在这往这上面在走了 因为在上海的话我们本来上海是做这个电子医疗呢是属于起步是很早 但是呢一直是推动推进呢是比较慢的 但是随着这个疫情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面现在大部分的三甲医院都已经推出了网上的这个线上的这个门诊 在线上的解决就诊的这么个问题了 这个呢为患者呢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一个诉求 第二个来讲呢现在这个整个患者他就诊的次数来讲 我前面就提到了他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会来就诊 他是尽可能的少来你医院 同时呢他希望什么呢 希望缩短他这个就诊的这个时间 他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的他可能更加就愿意 同时现在因为这个住院呢现在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住院啊陪护啊这些呢 是很多的病人呢觉得这个住院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呢他们会想办法呢尽可能呢去缩短我们这个住院的这个时间 这也是呢现在的一个比较多的大家的一个 一个就诊的一个状况 这呢也是一个情况 所以从这两个这几个诉求上面来讲 那么对我们医生实际上就提出了医疗上面来讲 我们就提出了很多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讲可能是比较容易的 一个就是从管理层来讲 我们要进行一个管理的升级 要把管理的这个模式 就诊的模式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来这个是满足我们患者的这么一个需求 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么一个日间手术的这么一个模式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管理上的 或者是一个信息上的一个改善 一个制度上的改善就能完成的 就能达到的一个目标 要达到这个日间的这么一个缩短治疗的 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目的的话 把日间手术做得尽上尽美的话 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医生的这个技术 我们的水平 诊疗水平要有个提升 你只有在医疗水平的一个提升了之后 才能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大家要讨论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回过头来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输尿管软禁的 这么一个日间的手术 我们讲在10年以前吧 大部分医院的这个病人 基本上都会有到4到5天的 这么一个住院的一个时间 一般性总是早一天进来做做检查 对吧 然后呢 麻醉嘛 再评估一下 然后我们讲做一个手术 做好手术之后呢 再观察个两到三天 那么病人呢平稳的一个出院 那么这呢是当时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 那么随着这几年呢 大家对这个整个医疗的这么一个影响之后呢 改善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大概到20年的时候 在我们医院里 现在基本上软禁手术 基本上就住半天的医院 就住半天医院 因为这个病人呢 我们把所有的术前的这些东西 都在门诊就把它完成了 完成了手术当天入院 直接手术 手术好之后 基本上麻醉醒了之后 就可以这个病人呢 就可以出院了 就是基本上能达到这么一个水平 这个里面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有些经验呢 是值得我们大家的总结的 第一个来讲呢 我们现在前面 我听到许上波教授在讲了 这个现在的手术 那术前都不主张 他这个双结管呢 大家这个技术的一个改良 现在塑料管境呢 随着这个设备的一个改善了之后呢 大家呢 现在更加多的是采取了一个 一期手术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 尽量的减少这个患者的一个重复 第二个呢 我们讲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 现在都是讲 以前是碎石吧 现在都是粉末化 都是这样是粉末化 同时呢 以取净 这个碎片呢 全部取干净 作为一个 那么对于这个滴接管的流制 这个呢 现在已经是 大家呢 已经是有更多的改进 现在很多的医院呢 在这个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这个在滴接管呢 也是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个流制 那么对这个倒尿管这些技术 包括我们的UMP的这些 或者是我们曾院长做的SMP啊 这些技术来讲呢 也是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补充的一个保证 因为这些技术的 这个成熟之后 使我们这个手术呢 就能更好的 完成这么一个日间的 这么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讲 从这个手术的技巧的改变 改良来讲 以前我们都是为了保证 这个手术的安全性 手术的准确 这个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一般性都是术前 留一个双截管 然后两期做一个软筋的手术 那么现在改良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大部分医生呢 90%以上的专科医生都认为呢 这个一期直接自撬呢 他的也是可以做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手术的一个完成率 当然了我个人觉得这个 我们还是要跟病人呢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因为在这个一期自撬的致敬的这么一个手术 这么一个技术的操作的情况下呢 大概还是有10%到15%左右的这些病人呢 这个会出现一个失败 特别是一些高龄的 前列腺增生的蓝童子 那么这种失败率呢 可能会更高 这也是的 第二个呢 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提升之后呢 现在我们很多医生这个操作的水平都提高了 同时我们这个软镜的设备也有着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呢 现在这个第二个他们用裸镜不用翘了 裸镜的这个碎石呢 实际上也可以提高他这个手术的一个成功率 但是呢 这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个碎石的一个效率 跟我们这个软镜的一个消耗 在这里面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是 普森的这个主场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在这个里面来讲 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这个电子软镜呢 这个可能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优势在这里面了 这也是我们现在选择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来讲呢 我们讲在这个碎变结石的处理当中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碎块化 把结石打碎了 然后让他自行的一个排空 那么这发现呢 我们发现有大概40%左右的病人呢 他并不能完全的把结石排空 对吧 第二个呢 这个碎石化之后呢 这个病人的体验比较长 他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个结石的残留 然后需要排斥 那么现在来讲 随着这个曲石然的这个 大量的应用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取石率呢 禁石率呢 就会有个更好的提高 同时现在因为这个碎石设备的提升之后呢 现在我们用粉末化的处理 这个激光的这么一个处理之后呢 能够更好的 能把这个结石呢 进行一个取净 同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发明 在激光碎石的同时 它还有一个吸引 把这个结石的粉末把它吸出来 那么能够更好的提升 我们这个取石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在这里呢 它也可以 所以因为你把结石全部取干净了 现在特别是这个泌尿床 跟捷克的 即刻的这个影像的这么一个监测 也可以减少我们朔后的一个水访的一个次数 因为我们早期可能现在用朔后要拍个 XPN拍个KB 因为这个呢 它的那个准确率可能会相差 那么现在朔后的这个CP的这个结构的水访呢 可能会更好的增加它那个准确性 可以减少我们朔后水访的一个一个次数 那么低界管来讲呢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我们认为这个低界管的流制 它可以使我们手术之后的这个安全性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当然这个里面来讲呢 它现在也会出现一个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尿漏的世界症状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朔尿管的这个血尿啊 这个整个这个血尿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里面呢 大家呢现在也在讨论 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个完全的无管化的一个水平 那么现在在一些 就是我们能确保朔尿管的通常度 没有完全保证没有结尸的情况下 没有感染 没有这个出血的情况下 同时我们在手术当中 这个用的时间也很短 对吧 一般性来讲在15分钟以内呢 灌鞋用的比较少的情况下 现在呢也是提倡大家来可以 做一些无管化的这么一个处理 这样也可以减少患者来重复就诊的 这么一个次数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导尿管的流制呢 现在朔后呢一般来讲没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是不会常规的在流制一个导尿的 现在都是选择那是一次性的导尿 然后朔后呢 这个指导患者的一个排尿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 不要憋尿对吧 要尽可能的多尿 然后呢改善这个流制导尿的这么一个现状 那么它的一个指导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在节肢的处理当中 我们更加要关注的 主要是一个感染跟传恐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么对于我们的室尿管境手术呢 我们大家最担忧的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担心一旦无法静静的时候 那么因为前面提到了 我们还是有百分之十几的病人 是不能一期静静的 在这些不能一期静静的病人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就是强行的 进行一些扩张来静静 这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 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 因为我们以前更多的医生提出来 我们可以插数量管导管 插根双结管 然后过两周再手术 手术就会变得异常的容易 现在我们讲扩张这个呢 现在可能大部分的医院 都不会进行一个强行 对于这些就是没法静静 但又希望一期一次手术麻醉的情况下 就能把这手术做完了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现在的这个潮汐的生境呢 可能是一个选择 因为现在对那种小结石来讲 超吸圣经呢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 所有的一个无管化 而且第一这种手术呢 它的这个侵蚀率呢 相对来说比较高 相对来说比较高 同时呢 它的住院时间呢 也是在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么今天呢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一次性的电子塑料管软禁 因为这个一次性的电子塑料管软禁 虽然讲我们讲这个 它的可能大家觉得它每次的成本会比较高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们不知道大家算过没有算过一笔账了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算过 我们做一个塑料管软禁吧 当时最便宜的塑料管软禁的话 大概在12万到13万 大概这个病人呢 一般来讲它的 我们讲它的一个使用寿命 大概在30到40次之间 那么这个病人呢 我们算了一下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损耗的这个费用 是及不上它的这个成本的 就是落不复出的 那么这个对医院来讲 对医生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个 我们讲在这个有这么一次性的 这个电子镜的这个采取之后呢 它可以呢使视野更加好 使我们的手术呢变得更加容易 减少这个两期手术的这么个可能性 同时因为这个 它静体相对来说更加细 所以呢我们可以减少 我们用这个静翘的这么一个比例 更小的这么一个比例 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 感染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同时呢它这个 因为塑料管粘膜的一个水伤比较小 所以无管化的这个情况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电子镜 它跟传统的光学镜来比 它的操作性可控性呢会更好 同时它可以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弯曲角度 同时呢可以呢使弯曲率呢更高 自主性更强 可以更好的到达各个站 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碎石 就可以降低我们这个残湿率的一个产生 这呢是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同时呢最重要的来讲 我觉得这个电子镜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它的手术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停歇 而且视野呢相对比较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使我们操作者来讲 更加容易更加便捷的进行一个手术 可以减少我们手术的时间 同时减少我们灌注这么一个时间 灌注的这个容量 同时降低了它的一个病发症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新疫情时代 这个大家这个在疫情当前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加现在医生头痛的 就是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消毒 隔离的一个情况 那么用一次性的电子镜来讲呢 那么它就不需要进行一个 静止的一个消毒 它这个可以有更短的这么一个手术之间 因为节食手术本来就是一个 频率很快的 短频快的一个手术 但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们 某些著名的教授 今天我做了十几台卵静的手术 一卵二卵三卵 基本上能做到十二十三台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这个接台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同时病人的这个消毒隔离的一个安全性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来讲呢 我们讲对这个维护的成本 因为这个静止 一次性的静止来讲呢 我们的成本相对来说 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维护静止 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成本 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是在这个疫情时代呢 我们更好的一个保存安全的 这么一个方式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那么讲到这个手术的技术的改变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光有技术的改变 没有我们观念上的一个改变 也是很难达到这么一个 治疗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讲 这个管理的升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讲 现在的在我们医院里 我们对这个日间的 这个维护管禁的手术呢 基本上要做到 就是通过一次专病的门诊 然后呢进行 当场就进行一个麻醉的一个评估 就基本上这个病人数前 就可以按时的 完成所有的数前的一个检查 这是需要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这个规划的 第二个呢 入院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住院的病房 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一个事件 所以分时段的入院 那么减少在病区里的 在病区内的病人的一个聚集 那么这样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同时崔岩呢 现在都在主张 做一个床边的核算 就是当场就是电子核算 现在电子的就是进行负账 现在在我们院里已经能做到这个 微信跟支付宝当场就结账 凭借这个不用刷任何的卡 医保卡都不用带 这个电子的都能把它进行一个完成 同时呢 我们事后呢 通过什么 通过进行一个评估之后 通过一个随访 通过一个电话的一个随访 然后呢 进行一个预约 进行一个随 事后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 他的病人到了专门门 然后进行一个服务中心的预约 进行苏签检查麻醉评估 然后由服务中心呢 我们通知他入病房进行手术 那么整个的这个流程来讲 病人大概只需要 整个的流程当中 只需要三次到医院里 来进行一个接触 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 完成这么样的手术 那么对我们专门门诊来讲呢 我们就需要 这个医生的职责就比较重要 另外一个人呢 需要这个确定这个手术的方案 同时呢 在门诊的时候 就要把数前谈话跟签字呢 就要完成 那么同时由我们的文明呢 然后医疗助理呢 来进行一个数前检查资料的 这么一个收集 这要保证 一定要在保证这个手术 数前的几点 全部完备 没有病发症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 经济疾症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麻醉的一个评估 然后麻醉评估之后进行一个电子的一个申请 电子的住院申请单 然后进行手术申请 安排好手术的时间 然后呢可以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的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里呢 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个现在呢 病房呢都是受到很大的这么一个冲建 在这种疫情当前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床位的使用呢也是比较 周转也是比较快的 像我们这张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有的病床有什么ABC了 这个就是因为这同样一个床 那我们可能在一天里面会有三个病人在使用这么一个床 这就要分时段的进行一个路院 那么增加这个床位的一个周转 那么能使更好的 那么完成这么一个目标 同时呢我们讲这个病人路院之后 要及时的手术 要有个临时查的这么一个病情的一个回报 能够入院之后 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进入手术室 然后完成手术之后 就能尽快的回复室进入病房 恢复之后呢 能够更及时的能够出院 那这是呢一个重要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反馈的一个过程 这两个呢是我们讲 那是在管理上面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升级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技术的能阶的一个提升之后 一个管理的升级之后 我们这样才能有效的减少患者的来源的一个次数 缩短我们住院的时间 同时呢能够保证我们的手术的成功跟安全性 这样减少我们的二期的手术的可能性 降低医疗成本 同时呢也是符合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 一个降低防御风险的这么一个要求 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这个防御的一个要求 我估计呢在不久的这个将来 可能线上的这么一个诊疗的技术呢 可能会是一个成为一个主流 我们就看各家 我们是怎么去适应这么一个医疗的这么模式的一个改变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那个薛卫教授 薛卫教授他今天跟我们把这个整个他们这个日间手术的流程 给我们接而已 我们也看到他们就是他们这个医院有一个非常严密的 是吧 这么一个管理的流程 然后让这个病人呢能够不耽误不间断的 是吧 一个接一个的去手术 而且这一个床上一天可以住几个病人 而且呢还是能够非常流畅的把这个工作完成 另外那个薛卫教授也说到了 这个日间手术嘛要求的一个是技术的这个提升 还有就是设备的这个改进 有这个好的设备有这个非常过硬的这个技术 那么才能保证手术的安全 那么才能保证这个这个术后呢 病人这个减少二次这个在住院的这个机会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超市很多了 时间的关系咱就不讨论也不提问了 那么我下边就把这个交给下一位的这个 这个李先程教授 这个李先程教授 好有请李先程教授 谢谢啊谢谢这个这个李教授 那个尊敬的叶当成教授 郑光号院长和各位大咖 大家中午好 那个因为这个这个已经超市了 这个半小时 但我们也要组合一下这个普生电子镜 这个网上手法 那么我们就值本主题 我们现在就请那个 我国著名的密尿外科专家 江苏省中医院大外科主任 江北医院院长 江苏省医院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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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叶教授 尊敬的政院长 先生教授 各位大佬 上午好 时间不早了 所以我想 我就把我的这个 做塑料管软径的一个体会 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因为我们 泥尿外科这个结石治疗 微创治疗这些年 发展主要就是三个 一个就是静疲盛禁 取石 塑料管软径石 以及 其外冲击波碎石 这其实是我们的三大技术 也是目前我们 临床应用最多的 微疗治疗技术 就这些技术而言 大家也都看得到的 我们塑料管软径的技术 在最近十年 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而且发展的也非常兴奋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 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问题 就像体外冲击波碎石 在八九十年代 那个发展的过程是一样的 当这项技术应用的时候 大家认为它是包子摆定的 所有的结石我都可以解决 但是结果 并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体外冲击波碎石在经过了一个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个高峰的一个发展 时间以后 慢慢慢慢再回落 到今天大家对这个体外碎石的看法 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是不是那么客观的呢 我觉得这是需要探索的 同样我们塑料管软硬的技术 在这四年中间经过了一个非常多的发展 似乎大家认为 软硬是不是在逐渐的替代 经济深境碎石取实数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软硬最近也有下降的趋势 经济深境又在 越来越多的在增多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 某一些技术的曲线在逐渐的报复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些曲线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大佬 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我觉得这些工作呢 对我们经济深境的发展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软硬技术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再不讲 它的好处其实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医院呢是 我们科学是04年 开始这项技术的 当然刚刚开始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比较多 比如说成本问题 贵痒进的贵容易损坏 那么开始做的比较少 而且对适应症把握也是 那么不是太准的 可能有些病人得不到叫好的疗效 也限制了它的发展 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个一年 也就做个十几粒 二十几粒 反正不会到一百粒的 真正快速的发展 也是到一零年以后 我们才开始做的越来越多了 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也遇到了许多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适应症问题 那经过这十几年的一个探索 摸索 我们自己感觉的适应症呢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很多的指南 这个谈到了这些适应症 其实指南所解决的问题 当然是大部分问题 但是我们经验 也要解决一部分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你比如想结识的负荷问题 结识负荷大 结识负荷小 肯定都是对我们这个软件的使用 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这里面牵涉到其他的问题 比如是结识成分问题 其实结识成分 对我们市府选择 素脑管染症的治疗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就是结识的部位 技术的程度 患者的年龄 医生的经验 以及设备等等 这都是我们决定一个 病人市府采用这项技术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比如说结识成分的问题 不能成分的结识 它的这个脆性是不一样 那么在素量管径底下 你可以用的这个结识的复合 它就会有相关性的 就是复合大了以后 是不是比较软的结识 比如像料汗结识 是不是就可以用 这是我们这些年 得了一个经验 就是认为 如果是结识脆性不高的话 那么较大体积的结识 依然是可以采用 这个素量管软径技术治疗 那手术前我们怎么判断 我们主要就是依靠CT 根据CT值来进行判断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都喜欢谈这个翘 到底有多大意义 是不是棒 因为现在大多数医院 包括我们自己 现在也不太放翘 就是都是做一期治疗 而不太放这个接管 一期放翘 那么一期放翘 好处就是病人 速短了手术治疗的一个时间 速短了痛苦 减少痛苦 降低了费用 这都是好处 但是它也有它的坏处 也有它的坏处 那么就是说 放置成功率会有下降 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比较 在早期的时候 做过一些比较 放1244的翘的话 一期的成功率 大概在70%左右 那么大概还有将近 30%的病人 是放进去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放置一期放翘的时候呢 有的病人放的会比较勉强 会造成一些塑料管 损伤 一些塑料管的并发症 而这种损伤 对病人来讲 有可能就是永久性的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放置US翘 一期放置 不能勉强 对不同的病人 这个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 一些疑难的结石 复杂的结石 孤立腎的结石 感染的结石 真的 这种最好 还是要放置上去管 不要一起做 还是二期 全是第一位 那么对于大多数 比如其实负荷比较小的 就是操作 预估这个操作 比较容易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期放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手术前 跟病人是谈好 如果我们翘放不进去 我们会做 二期手术治疗的 另外一个 这些年 我们用细径 就是P6 208是P6径 这个细的径的以后呢 对一期 比如说1244翘 放不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用细翘 9.5 11.5的翘 那么这种成功力 就会达到提高 所以这个放翘 就牵涉到 留置上去管的问题 是不是需要留置上去管 我觉得这个是 根据病人需求 如果前面所讲的 比如独立胜的 感染性结石 或者宜兰的这种结石 还是最好留置上去管 放翘 减少塑料管 损失上的几率 保证手术的成功 我觉得还是必要 这是我们以前做的一些 这个这方面的研究 另外一个 就是蚕食问题 蚕食问题 一直是困扰我们 室内管软件 一个最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医生 比较头疼的问题 所以我们出现了 很多的这个方法 各种讲法 比如说 结石的雾霾化 结石的碎块化 然后去套上来取石 雾霾化 这个粉末化等等 其实都是为了结结 蚕食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真正的解决了呢 我觉得 单纯靠这种 手术操作的技巧 单纯靠 这个设备 在目前 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 是我们医生 要改变一种思想的观点 也就是说 要把过去的被动排斥的方式 改变现在的主动排斥 这个理念一定要变 手术以后 我们要去 教病人怎么排斥 要去帮病人怎么排斥 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 这个结石的排斥率 排斥率 减少这个蚕食率 我们自己的体会就是 如果说是我们这么做了 其实我们 这个结石啊 蚕食率还是非常低的 大家其实如果做过 这个物理排斥的话 用过物理排斥机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有这个体会 我们在做 当时在做这个参加 这个政院长那个 那个研究的时候 科技研究的时候 很多病人在手术后三天 去做物理排斥的时候 同时把大胞介全部排掉 也给排出来 所以这个物理排斥 对这个物理排斥机啊 对这个排斥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我个人认为软禁跟物理排斥 物理排斥机是绝配 这两个配合的话 可以大大的减少 手术或者蚕食 这个是我们许教授的 物理排斥机的一个原理 当然我们有些地方 继承的医院 他没有办法去 物理排斥怎么办 那我们就是 我们医生会指导病人 你应该怎么去做 去教病人去做 来帮助病人去减少这个蚕食 还有就是手术风险问题 手术风险们主要就是个并发症 我们这个并发症 是不是最近的 是当时试年的时候整结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感染这方面 就发热这个方面 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这种病人 又达到27.3% 还是比较高的 手中间穿孔有一例 这是放置US翘的时候穿孔 并且这个病人 是个感染性结束 结果引发了一个SafeS 然后这个 多气管功能衰减 这个病人抢救 虽然抢救成功了 但是花费也是很大 这个人抢救了一个多月 这是我们每一发生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血尿和WG相较的 这个下尿路症状 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这个手术以后 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手术以后的病人 疼痛的病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怀疑 这也跟剩余那一样的 增高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尿外肾比较严重 所以我在这个病发症的一方上 我们觉得 一个就是病人的选择问题 甚至选择问题 这个它是要严格的去把握的 第二个就是医生的操作 医生的操作和医生的经验 这很关键 是减少手术病发症 有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数量管损伤 我们是完全可以去避免 这个需要医生的经验 和需要我们一套 这个规范的操作 才能减少 还有手术前的准备 也很重要 那边感染 手术前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就是 手术中间的压力的控制 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压力 我们控制压力 为什么要去控制压力 其实所有的手术 视野暴露是非常重要 守水野暴露是非常重要 我们注水的目的 是为了守水野的暴露 我们之所以会造成 圣与压的增高 是因为我们为了 让视野更清楚 再拼命地拿水 它才会造成圣与压的增高 那么圣与压增高 它的水排量四会增加 你的视野会清晰 但这是一个被动的方式 所以主动地去控压力 对我们暴露良好的 手术视野 对我们去完成这个 对我们减少手术的并发症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 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医生应该建立这种理念 我们怎么去主动控压 所以这个靠被动的 这个圣与人类高压 来增加这个视野的清晰度 增加水的流量 这个不是办法 会增加这个病人的手术的病发症 增加手术后的病人的疼痛 感染的发生率 所以现在这种 哪怕就是我们没有这种 可以控压的一些设备的话 我觉得我们使用我们国内的 很多医生都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护养性的这个US翘 它明显的可以增加水流量 可以降低剩余的内药 那么我们如果做良好的控制的话 是可以建造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大一个部分 就是经验 你能做得怎么样 能把学生做到什么样 其实医生的经验和医生的操作 是很重要的 但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规范 规范化的标准化的操作步骤 是我们手术成功并且保证安全 最重要 所以我们这十年来 总结了自己的一些经验 而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就不展开来讲 我想大家在这方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最后一个就是医疗设备 一个季节的改进 其实这个进步是我们 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支持 技术的支持 比如说数量环境的经验 这么多年下来 数量环境大家都能体会到 走刚刚开始那个纤维镜 它的扭矩 它的操作的精度 跟现代比都是不一样的 能够进到下展的这个镜子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的第一支数量环境 是一个纤维镜 而且它是一个双弯曲的镜子 但是实际上地儿完全 在现代看来 它是没有什么太大一个 但是它做下展结实的难度 跟现代的结实的难度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好的数量环境 我个人认为应该首先 清晰的图像 是在所有的外科手术中间 都是最重要的 暴露的清晰 最重要 第二个就是能够精准的操作 便捷使用 它也就是更加细的这个进气 这也是非常重要 更加细的进气 能够保证我们 手术这个擦镜的成功率 我可以用更细的翘 或者我可以用出的翘 使得这个翘弹比 能够更高 这样的水流量会更大 另外取写也会更方便 它也就是较大的这个操作通道 较低的成本 已经比较耐用 它也就是变于消毒 这是我们一个优秀的进步 我觉得应该做到的 现在走来看 进度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朝电子镜去发 因为电子镜 它有更好的倾斜度 它也就是更细的进程 可能会更方便我们的操作 你比较像这个 2084的P6这个进程 它前段只有4.95 那我们插进 就会现在很方便 另外就是它的耐用 耐用次数 那么走现在来看 我们 重复使用的这种镜子 大多数在不熟悉的 医生操作情况下 或者触摸的操作情况下 它都不是耐用的镜子 都是非常容易坏 那么这种成本 就会非常高 我记得我们在10年 刚刚开始把这个技术 下放到这个年轻医生 都能去做 就是开放这项技术的时候 镜子的损坏率是非常高的 一大半镜子 在短时间内就损坏掉了 那个修镜子 我记得第一年的修镜子的费用花了我们50多万 后面的修的镜子就是越来成本越高 因为后来换成电子镜子 维修成本越来越高 每条镜子都都买保修 一年大概将近80万的保修的费 这就非常非常的昂贵 那么还有就是消毒问题 你现在这个消毒一直是我们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各个医院里面其实都面临到这些问题 一直静止消毒要消毒很长时间 所以要买很多的镜子去做这种手术 这个对我们的手术影响还是比较大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一个一次性镜子所能解决的 因为一次性镜子只要解决清晰度的问题 解决在一定时间内 它可以承受我们的手术的话 我们不要去保护这个镜子 那我们的手术成功为何提高 另外一个会减少我们很多维护方面的问题 所以未来我个人认为还是朝一次性镜子上发展 只要它的成本过 另外跟我们相关的就是比如说光纤 怎么去选择合适的光纤 因为不同的光纤 其实它有不同的参数 包括它的这个对能量的承受能力 它的弯曲度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光纤来做 也可以让它提高我们手术的成功率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体外试验 另外就体外试验机和我们用的 这个火机关和我们用的一些操作的器杰的发展 也是我们软禁未来的一个方向 你比如像现在的摩西激光对吧 它可以以很高的频率去碎石 可以使节式的一动动减小 那么我们这个节式可以打得更适合 更适合化 或者按陈越教授讲话就物外化 那么节式的禅食力就会减少 因为我想我今天重点所要讲的就是两点 一个就是两个主动 一个就是蚕食的问题 要主动排行 第二个就是病发症 主动控压来减少病发症 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两个重点 这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塑料管软禁 塑料管软禁的技术的应用上 资料结石的应用上面 会减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当然未来也许是机器人的天下 但不管怎么样 新的静止新的季节 当然更需要熟练的技术的操作 是未来我们新适应者 产生新的适应者 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圣洁这个治疗 当然不能是在目前的状况下 不能靠一项技术去报答天下 所以各项技术的综合使用 或者是合理的选择 我觉得是我们资料 甚至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也是我们这个资料结石 要有一个整体观 这就是我今天谈谈 我的一个粗浅的体会 谢谢大家 感谢这个顾学教授的精彩讲座 顾教授团队在碎石 融石 排石和预防一体化研究上 尤其在结实代谢屏幕方面 在全国走的前列 非常的有深刻的造诣 那么本次带来了 这个叫主动排斥观念 和这个软件和物理排斥机 它是绝配主动控雅 还有一个结实整体观 给我们耳目一寝 再次感谢这个顾教授的精彩演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这个麦克 交给下一阶段的主持人 有请复旦大学 服务署华山医院的吴宗教授 把时间交给您 好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李教授 尊敬的叶章平教授 尊敬的中华院长 尊敬的全国跟国际上的 各位的大佬 线上线下的各位同道们 大家中午好 这个在全球共同抗议 新冠疫情这样非常 这个特殊的形式下 我们迎来了今天 这样的一个社会 那么我想呢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第一次 中国命令科集资界的大咖 和国际上的命令科集资界的大咖 第一次的这样大规模的 融上聚会 我觉得是第一次 我们非常荣幸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盛会 那么刚才上午呢 这个已经会议经营了三五多小时了 很多的专家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么这个环节呢 我们进入 叫中欧爵士大咖 面对面这样的环节 我们首先邀请 这个李静心教授呢 等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因为李静心教授 我想现在呢 大家都很熟悉 他是我们中国来自国际上 一位著名的 这个杰斯的真正的大咖 他现在是北京清华长颜院 命令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命令科峰会 杰斯学组的秘书长 他是中国华北杰斯病防治基地的 主任委员 同时他也是北京市医学会 命令科峰会的 副主任委员 兼杰斯学组的组长 那么李静心教授在杰斯的 这个整治方面呢 有非常多的丰富的经验 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就是 命令去解释多元化微创治疗 让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邀请李静心教授 好 尊敬的叶朗 曾院长 尊敬的吴农教授 线上线下的各位同党 正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 广东的微创会 即普生软禁的发布会 那跟着前面 顾小剑教授的这个话题 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延续 我今天呢 给大家交流的是 命令科系结石的多元化 微创综合治疗 那多元化 我想从几个方面 多元化的种类 实际上就不在乎 软禁啊 肾禁啊 等等啊 然后呢 软禁与肾禁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Nitbook 这一年多的临床应用 以及多元化综合治疗 复杂结石 那我们讲多元化 微创治疗 实际上呢 就是说 药物治疗 体外冲击波 碎石治疗 效果不好的 我们肯定就会 讲到软禁 一部分病例呢 就会讲到肾禁 从软禁上分类 我们纤维镜 电子禁啊 现在电子禁 体禁和一次性的禁锁 那肾禁的分类呢 我们更多的是 从通道的大小上 进行的分类 那今天呢 普生的一次性的 电子软禁 在国内上市 也是一个可信可贺的事情 大家期待很久的 一项一个新的 解释的治疗设备 那我们讲 如何安全有效的 完成一台数量管软禁 前面呢 很多大佬都进行了 详细的这个解说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说 合适的失忆症 第二个呢 就是数前的 完善的准备 那感染的控制啊 这个滴滴滚 放你不放 等等这些情况啊 再一个就是 数中良好精准的操作 数后良好 那完成这一台 软性使用软禁呢 这就需要一个 非常好的 手术的器械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 上市发布的 普生的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一次性的电子软禁 那普生的电子软禁呢 有几个方面的 这个明显的优势啊 就是说 弯曲性能 这个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它的最大的灌注 这个灌注量 就是灌注的 这个量 是明显的 有提升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灌注量 还是比较大了 那从它最小的弯曲半径 1.7个厘米 然后呢 再到这个 这个情况不能算 再到它的这个 双向弯曲和二次弯曲 可以做到 这个进入非常狭小的 这个角度不太好的 这种伸展类 进行一个 良好的碎石 可以做到呢 这个五展不入 非常好的一款镜子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弯曲半径 是非常小的 这个样子呢 就是说 我们即使是小角度的 展类的这种结石 也可以用这款镜子呢 比较好的 去进行一个 处理和碎石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 就像舌头 还有双方的 去碎水 这种机会 它这个呢 就是带来 非常好的 严格的 用作和治疗的体会 那同时呢 这个大家都已经强调了 现在的这种 愿控这一块 感控这一块 这个医生镜子呢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好的 避免院内感染的 这种 良好的碎石器械 同时呢 就是说 也不用长时间的 等待消毒的时间 这个样子呢 同时 减少了这种 一体镜 给科室和医院 带来的这种成本 所以医生镜子 它的优势 它是非常多的 那同时呢 普生在一年前 就已经在全球 举办了 这个成为了多个培训中心 我们国民呢 也有多家 我们也非常荣幸的 这个成为一个 普生的 这个培训中心 我想呢 接下来的工作呢 还有很多的 这个事情去做 那讲到 这个软镜碎石 我们今天讲 多元化治疗嘛 我们强调这个软镜下的一些新的进展 就是软镜的机器能 向智能化的这个方向发展 同时呢 这个跟踪 自动识别的碎石 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向 这样呢 就避免了 这个无效的释放能量 避免了 结识附近的 这种软组织 尤其是软镜的 这个尤其是输入碗壁的这种损伤 减少了狭窄 这些治疗 同时呢 我们去年 这个注意到 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 堆积光碎石 因为是一个高频 可以达到2000Hz的频率 然后是一个低能 非常这个好的 这个 肥木化的碎石 同时呢 光纤呢 也可以做到更新 可以做到五十维米 所以呢 这也是 令大家非常期待的 因为它光纤呢 还可以做成 追行的 求行的等等的 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减少结识的移位 那么软镜 能不能包打天线呢 就像前面顾教授讲的 软镜呢 有它的适应症 它也有它一些 这个特殊情况解决不了的 比如大符合结识 质地比较硬的结识 那肾镜 依然是一个 结识的 这个主要方式 所以呢 我今天讲 多元化治疗 也会把我们肾镜 给大家一起解释一下 肾镜呢 总体的发展趋势 我刚才讲的 肾镜主要来说 就是翘的大小 那同体发展趋势 是越来越小 那肾镜的时候 同软镜一样 大家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 就是感染的问题 那软镜需要关注感染的问题 肾镜同样 同样需要关注感染的问题 那么也是 泌尿系结识治疗 多种方式 导致死亡的首位 首位原因 就是感染因素 浓度血症 所以呢 有效的控制肾镜内压 这个减少这种毒素治疗炎的吸收 这是我们不管采用哪种治疗方式 软镜或者肾镜都需要特别关注的 控制肾镜内压呢 这一点也得到了 这种这个这个EU的 GADLINE的这个EU的认可 他们也写露到这种指南当中 我们过去一直讲 结识核病感染能不能医期治疗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 关键是能不能良好的控制肾镜内压 因为结识存在的时候呢 这个感染只是一个亮点 不是一个质变 不可能说结识存在的时候 感染完全控制 可以不顾肾镜内压 所以呢就是说 控制肾镜内压是减少感染力发症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控制肾镜内压 主要几个方面 影响了肾镜内压的 一个是通道的大小 一个是碎石的设备 再一个呢 就是注水量 这个注水量呢 是往往大家容易忽视的 实际上在临床工作当中 这个保证视野 比较清晰的 最小的水流量 就是最好的水流量 它往往比较难有一个数字 那这方面呢 就是说肾镜的时候 标准通道 依然是治疗大的 大复合的 复杂界势的一个主要的 这个治疗方式 这是我们早年的 这个统计的 我们的数据 就是24F的标准通道 那收据率呢 就是1.1% 双塞的比率0.25 所以呢 与小V通道比较起来 我们的收据率和双塞比率并不高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发表的一篇 这个孤立肾 标准通道治疗孤立肾是一结实的 那大部分的肾功能呢 都保持在稳定 那之所以有比较好的 这种安全性就是没有更高的输血率 和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 刷塞的比例 我想呢 我们这些年 倡导和推广的超中定位 发挥了非常大的优势 像这种严重的脊柱畸形 物理性 因缘 超中定位都发挥了很多的优势 同时呢 这些年 超中定位在国外 也用的代数呢 也越来越多 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多中心的研究 认为超中定位 穿刺手术时间短 近视率没有差异 并不增加手术的并发症 体质呢 更加灵活 所以我们 倡导和推广的超中定位 在国际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那么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 这从去年 比较多的 以大家介绍的 就是Needbook 在这个 节食治疗大陆的用用 大家比较担心的呢 就是Needbook 一个比较细的针 进水量有限 然后呢 没有出水量 没有出水通道 目前 那会不会导致 过热和压力过高的问题 那我们进行了 一系列的 体外的试验 和临床的试验 这是我们体外试验的 一些设备和条件 我这样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micron可调激光的时候 在4瓦和8瓦的情况下 如果不注水 这个温度升 升升还是很危险的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在25毫升 每分钟 这样的流量的情况下 4瓦和8瓦 温度升高 只有一度到两度左右 到50毫升的时候呢 温度进步降低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安全的情况下 那25毫升每分钟 这样的一个流量 还是非常小的 那我们再看 这种大公里一点的 大家常用的这种激光 在12瓦和16瓦的时候呢 我们水流量 在25毫升和这个 50毫升的时候呢 这个温度上升 大概在2度到3度 大公里或者长度的 宽的时候呢 可以到3度或4度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基本上对胜脏功能 基本上对周围的软土 这个影响也不大 同时呢 肾余内压呢 因为它流量比较小 这样呢 这个肾余 这个体外的实验 症状的模型 它的肾余内压呢 实际上是保持在一个 比较低压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体内的 临床实验 也是这样的 保持在一个 安全的范畴当中 所以尼多伯格单独使用 还是一个既可以避免热损伤 又可以避免高压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去处理了一些 小斩结石 也是取得比较好的 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尼多伯格的时候 如果单一处理小斩结石 我们建议采用一个长脉宽 这个或者是低能高频 做到一个粉末化 如果是处理大的 复杂结石的平行斩结石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一个 短脉宽快速碎石 所以大块从原充热 把它清除掉 这是我们进行一个 小斩结石的一个例子 斩的结构 斩井非常的细 我们才用尼多伯格 取得了比较好的这种效果 那我们用尼多伯格 支流音域而结石 同样也取得了 非常好的效果 同时避免了 这种多次麻醉 和慎径 常规的慎径 带来的对盛藏的影响 那复杂结石 在临床上依然是比较多 尤其情况常规 我们就要复杂结石更多一些 那单一的方式 治疗方式 很难解决 彻底的解决问题 所以在目前 多元化的治疗时代 我们需要采用 多元化的治疗方式 那多元化的治疗方式 一个就是多通报 大复合的 前一讲的都是 大复合结石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 简单的多通报 再一个就是标准 同时呢 连和和顺情的双境联合 也是我们为减少通道 采用了比较多的方式 那从去年开始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标准通道 加eatbook 或者是 其实复合不大的 以远镜为主的 那对于小角度的 磁道展的结石 用eatbook辅助 也是一种双境联合的模式 那双境联合呢 这个方式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我刚才讲了包括顺性联合 和顺性的双境联合 实际上都是一个 大范畴的双境联合 那么这个在标准通道 加eatbook 这个复杂结石当中呢 实际上也是有多种的组合 这是一个下半结石 最后给大家举一个 举几个例子 一个标准通道 加eatbook 觉得比较好的结果 那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结石 那而且呢 多种 合并多种 这个身体的疾病 生肺这个肾 那我们用一个标准通道 加eatbook 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碎石 当然下盏偏密测 有一个小盏结石的繁流 但是呢 因为病人身体状况比较差 我们就没给他做二期 病人和家属 已经这个非常满意了 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是一个孤立肾 合并多发结石 这个孤立肾呢 而且有这个生育数量连接不狭窄 我们知道从这个片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部分的UPEO患者 合并有展的结构异常 我们呢 这次CT看 然后我们用一个标准通道 联合了1234 4GN都破口 取得了一个完美的证实 然后呢 这个胜败的一个概化点 可以依然可以看到 那这样的呢 我们就可以去用复权剂 比较良好的处理 UPEO的情况 那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说全面了解 我们现在结石呢 已经制了 结石的VTROM治疗 已经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从单一到组合 根据结石的情况 根据病人的情况 我们来进行一个选择 一次性的输入管 电子软禁了 带动我们结石的治疗呢 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那肾静呢 依然有碎石效率 高手指时间短的这种优势 简单的拨通道 目前呢 被这个双境联合 或者是这个配合Nitabook呢 逐渐的会取代 那复杂结石 以肾静为主的这种 S加N 就是标准通道的肾静 或者肾静加Nitabook 是一个比较好的 多元化的治疗 安全高效 好 谢谢 吴教授 我的声音 把我的声音拿出来 非常感谢李建兴教授的精彩演讲 我们大家看到 李建兴教授用非常短的时间 高度高能量的给我们展示了 如何用多元化这样的方法 这个微创治疗的技术资料 复杂性胜结石 这里面当中我们大家看到 它这个 我理解为它这个多元化 首先是手术方法的联合 比如说软镜 跟精密胜镜的联合 第二个呢 就是根据病人的特殊情况 它可以对于复杂性胜结石 它可以做简单的多通道 当然也可以做标准通道 加微通道 但也可以对某些病人来讲 它可以用 你的软镜和精密胜镜的联合 还有就是说 它的利率迫的虽然是比较小 但是不要看它的小 它的能量很大 它可以减少精密胜镜的通道 这个数量 同时呢 就减少了创伤变化症的发生 它也能够发生 发挥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另外一点呢 它讲到的这个现在呢 我们从这个医疗器材 设备的不同的发展 比如说大通道 标准通道 微通道 超微通道 包括现在这系的 这个精心教授 自己发明的littlebook 是第二个French 这么小 这个对精密生理来讲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革新 另外一方面来讲 从数量化软件的技术发展来讲 纤维软件到电视软件 到现在这个常规的 我们仿佛使用的软件 到今天 我们今天等会 政院长 中国会议长 给我们展示的这个 复生的应用 软件的发展 也是给我们这个多元化处理 提供了非常有力的 这个手段和这个武器 而且呢 精心教授也讲了 那个数量化软件 你的发展 那个技术提高了 你的数量好了 可能将来就减少 精密生件 这个通道的这个数量 也就减少 变入创伤 我相信只有一天 这个可能这个 这个区里 这个精心教授讲 这个复杂性生件时 我们一个动也不用打 我们就用软件 能不能把技术干掉 这可能呢 是我们的希望 那么普通我们希望 将来能够造成 这样的软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再提问了 让我们一热力的掌声 再次感谢 李静心教授的精彩演讲 谢谢李教授 谢谢 我们把这个时间 这个下一节目的时间 交给来自 广西西科大学 第一院的 陈静文主任 陈静文有请交给你了 好 谢谢吴宗主任 这个尊敬的叶章权教授 尊敬的曾口华院长 尊敬的线上的各位大咖 大家现在是中午好了 那么非常荣幸呢 今天受邀参加我们这个 普生的产品的上市会 我们都知道普生这个产品呢 是先在海外 已经相变全球了 那么最后的话呢 才在我们国内上市 那么我想国内外的专家 其实对普生的产品的性能 还有他的这个产品的特点 都非常了解了 那么这个环节的话呢 我们将有幸邀请到了 我们明满天下的陈岳教授 陈岳教授呢 是中华医学会 泌尿外科学分会 节食学组的副组长 是中华医学会 泌尿外科学分会的全国委员 也是宁波市 泌尿外科学的学会的主任委员 那么陈岳教授给大家带来的讲题呢 也得跟他的这个在国内的名气 一样啊 叫一进走天下 那么向我们掌声有请陈岳教授 谢谢谢谢 尊敬的叶教授 尊敬的曾国华院长 尊敬的这个 我们本家陈教授 还有我们这个 谢谢各位同道 大家中午好 因为大家 现在这个中午时间 那么 我们可以边吃饱 边来听听我的一个汇报 我先共享一下屏幕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没有 我看到了 好 那么看到了 但这个题目呢 和大家题目都不一样 一看一进走天下 大家往往会想到江湖上 江湖上的叫做一箭走天下 所以他高手不用带那么多武器 所以背一个箭就可以走天下 我们能不能有一天也这样呢 这就是我记得思考 所以今天我这个题目 就跟刚才这个 吴宗教授讲的 想希望的东西 有一点不谋而合 大家看看我们 这个治疗 治疗结石的这个枪劲治疗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几个武器 这个武器都是我们希望 能把它消灭掉 一个精笔生镜 那我也提出了好多年 那一直想怎么样能够把它消灭 但是它太强大了 也还消灭不了 现在我在想能不能还把这个 输赖管镜也消灭掉 硬镜说的是硬镜消灭掉 然后把膀胱镜也消灭掉 为什么要消灭了这么多呢 因为我们在做手的时候 手术时人抱怨最多 就是说你们密疗外科 这个手术不大排场大 你看我们出来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镜子 当然还有很多镜子都没出来 没有在换电片上 我们还有EMS 火急光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棒 诸如此类还有这个险下系统 所以搞到这个很大一个手术 来做这么一个手术 还用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镜子 那三镜合一变成一根镜子呢 这个这就是我呢 就想的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一镜走天下 不仅在手术的很方便 而且呢我们继承一个推广 而且大家呢 带一根镜子出去汇转也很简单 所以我就想到因为这个医生性软镜啊 其实呢他做完了就丢掉了啊 所以也带都不用带 这个更方便 所以他能不能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前途 所以就这个事情呢 我呢在试用我们的普森镜子的时候 我就在把这个想法呢跟他们讲了 但确实如此了 他们这个镜子啊 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我尝试了一下 所以我今天呢把初步尝试的体会 因为这个历数做得很少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他呢可能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片子 那么我就讲啊 这个一镜电子软镜能不能一镜走天下 我们看看首先看看 我们这个在盛镜上面 我们做这个盛结石 如果我们做盛结石软镜能够 如果一个镜子代表所有的镜子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好 我们先看看 在做精密森镜的时候 我们最早一定是要做软件的时候 一定是要算这个用膀胱镜 或者是用硬镜 我想当前没有人不用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不用行不行 我在一个基层医院 我故意在一个基层医院做这个手术 我故意不用 我们试试看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它带进硬镜和膀胱镜 精尿到这是个男性的 不是女性 女性没问题 男性我们进进去 不要一进不进不出道 一进下一跳非常方便就插进去了 而且这直视镜非常的顺畅 这个带进了这个软镜的膀胱镜 这硬镜的膀胱镜也插进去了 插进去了以后呢 那我们第二步插进去干什么呢 插进去有没有做硬镜要做的事 软镜要做的事 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旁观 把旁观我们试试到旁观都观察一遍 我们看看它的塑料温口在哪里 好不好插进 有没有肿瘤诸如此类观察完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观察完美以后我们就要干事情了 我们希望它能够这个镜子 能够代替这个硬镜能够拔酸接管 你看我们这个酸接管能拔吗 我们就想到用这个浦生镜子 去拔这个酸接管怎么拔呢 我们用套式栏进去把它套出来 抓住然后拉出来 你看这就代替了硬镜了 那么这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到 我们就实践做了一遍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浦生镜子 就很顺利的你看 把这个酸接管拉出来了 这个我想这个还是一个 一般镜子它做不到的 我们过去尝试过用其他镜子 就没有成功 这个就很成功拉出来了 好拉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 我们还要什么样 我们还要用它来擦泛质导湿 我们这个双测导湿用软镜放的 是有一定困难的 大家也知道 那么它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想象是这样 好我们从实践看看 我们也做了一次 但是也是开始做不熟练 尽管我不熟练 但是我觉得还是擦的比较顺利 擦的比较顺利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点以后擦进去了 这个人的而且这个不太好擦 不太好擦角度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很很好的把它擦进去 你看擦 所以我们这个导师擦进去了 我们这个硬镜好像就用不上了 用不上了 那么熟练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犯鞘了 犯鞘了 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常规的工作 但是经常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鞘放不进去 尤其在塑料口下载的时候 我们角度可能不对 也就是在前提前生生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直视的监控 我们用监控它进去 过去我们大多数用这个缩胶管硬镜 但是缩胶管硬镜呢 它占了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另一个医生再去看它就很难 所以会有个竞争 那么我们俯身的竞争就比较方便了 两个都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把这个鞘呢 就这样把它放进去 我们在直视下监视 看着它放 因为这软镜就可以占两边的位置 就不会影响到这个 放鞘的这个医生 我们就把很顺利把它放进去了 好 其实我讲的是顺利的时候 我们放了鞘以后进镜 这个软镜机场会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鞘是放不进去的 塑料管瞎探 放不进去怎么办 放不进去我们能不能裸镜散镜呢 我们过去也尝试过 大家也尝试过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由于这个镜子太软了 前面比较粗可以裸镜散镜很困难 所以我们就要真遇到这种情况了 那我看看普生这个镜子 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一算它果真有这个能力 它做的这个硬度还是比较够 我们放了以后很快在导射的引导下 我们就把导射放完了 我们在导射的引导下直视 就直接可以散镜了 你看散镜以后大家看看 这个塑料管的粘膜是一个皱笔 那就说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 我们镜子就很顺利的这样上去了 镜子很顺利上去 那么上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来碎尸 所以不管翘上不上进去 我们镜子都可以的 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翘上不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病人 我们直接用镜子上去 它是什么一个情况 是有瞎疹 但是我们用这个普生镜还是 灵活性还是很好 灵活性很好 而且这个光滑度也很好 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 你看上去了 升去了上去了 好 我们看看这个最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裸镜 这往上去 我们可以裸镜看到这个结石 然后我们再去碎尸 你看我们就进去了 进了剩余了 进了剩余了 好 进去以后 那么下一步就是大家都熟悉了 我们就是用这个镜子来碎尸 我这个碎尸我们看到这个结石能打吗 其实就是对它的解烟 解烟在哪里 第一个清晰度 第二个灵活性 从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普生这个镜子 它的清晰度和灵活性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这个碎尸还是非常的顺利 我们都做了粉红化碎尸 你看里边很很干净 就说明它的这个镜子 因为它镜子比较细以后 当然我们也用了我们的这个陈石窍 一细你看这个里边虽然有粉尘 有这个雾霾 但是很会就消失了 这说明细镜子的优点 我们就看到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镜子比较细比较光滑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要碎这个 上涨中涨的结石那不算水平 最难碎的是什么 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下涨的结石 所以我们把上涨中涨碎完了以后 我们要能把下涨 尤其是特别雕装的下涨 你能够达到那是碎好了 所以我们刚才很多教授讲了他有一些优点 这个优点那个优点 小湾区度什么什么二次湾区 说了我们看一看他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理论上讲他确实实际上有没有 好 我们看看这个病人 待会我们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病人 这是上涨上涨我们看看 然后我们再到中涨 这个人还涨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 这要多的 好 我们再往下 还能往下 这是中涨 没有事情 大家看看这个每个角度都很清楚 视野也很大 我们看得也很爽 好 我们再往下涨 你看 我们以为这个看不到的 最后我们这个病人就看到了 很丢 很丢 我们调整的角度 把角度调整好 这样的这个变一碎石 因为经常有很多镜子是看不到结石 但碎不了结石 我们这个病人不仅丢端的结石 看到了 我们还可以碎他 我们还可以碎他 我们看看这个碎石 这个角度非常不好 他不来了 好 你看 我们这个调整 还碎石也非常好 碎石也非常好 虽然角度很丢 但是我们碎石 实际上不影响 不影响 这个让我们这个还是感到很欣慰 我们这个镜子的质量非常好 确实他就像他所介绍的那样 有很好的这个功能 我们看一个镜子的好坏 很重要一条 还要看他的这个视野 他的一个视野 我觉得他这个视野足够大 第二个他观量度比较好 时针比较少 我也跟他们讨论过很多次 他们讲过这个还是比较艰辛 在讨论这个怎么样 让他的这个视角更宽阔 这个亮度更好 你看这个中间和周围的亮度 差距不是很大 那么这样利用我们操作了 时针减少 这个花了很多的功夫 这是他们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情况我看也是比较好 好 所以我们下转节是也碎完了 好了 那么这个睡完以后 再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下转的 有一些石头相对大的 要把它套出来 套出来 那么我们能睡能不能套呢 那我们看看 好 我们能看看 这个理论上讲 我们应该是到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掌 我们都应该能够看到 能够睡到 并能够套到 如果这其中有一个做不到 那我们这个镜子就不算一个优秀的镜子 那么我们这个套石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理论上是这样 那么3D看到是可以的 实际上你看 实际上确实也还可以 其实这个石头我们打得很细 我们还是想把它尝试一下 能不能把它套出来 现在看看套了还是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角度确实是调控的空间非常大 好 把杰斯弄完了 我们最后就要放酸结管 好 放酸结管 那我们是这个还是用它放导师 严论导师把酸结管放进去 但是这个放酸结管的位置 放到哪里 这个也很有讲究 尤其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瞎窄的病人 可能不像我们理论上那么好 就是他可能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什么办 我们又得用这个镜子来监控 就跟刚才插管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监控 我们看看怎么样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用油油软件 我拿了这个普生镜 普生软件 你看我在那边我的注射就很容易 从这边放 他们放了几次放不进去 后来我们用普生镜 一看很清楚 看着角度它什么时候弯曲 什么时候怎么样 一调整很顺利就放进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用普生镜子 因为它要细又软 可以靠到旁边 这样不影响障位 这样我们可以在直视下监控 放双对网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好 我们讲这个软镜治疗 这个圣结石你看全程 我们没有用第二根镜子 全程各种动作完成 都是用的这个普生一次镜软镜 那我们这个用完了以后 我们还有一个重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塑料管的一个软镜 普生这个镜子能不能治疗 塑料管结石呢 我必然要代替它 我们能不能治疗塑料管结石 这个出不来了 遗憾 他太紧张了 因为他要代替这个塑料管结石 我出不来就算了 我们再想一下 就是我们看看他能不能代替塑料管结石 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做塑料管结石 第一步重要的也是放导师 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这是一个塑料管的病人 我们看看这边放导师 我们也是很顺利 那么直视下看到了塑料管口很清楚 然后呢直视下把这个导师放进去 这是包入导师 好 这个看得很顺利 包入导师以后 那我们碎石 有这个导师呢 我们要求是放到这个 这个这个 上面好 放入导师以后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碎石 一种我们是建议大家放窍 放窍以后再碎石 因为放窍碎石的优点呢 就是第一个呢 它这个视野很清晰 我们碎石的碎石头和 碎下来的这样一些这个 这个赶养的东西可以随时冲出来 第二个可以降低塑料管 这个火机关引起的热量导致的这个 叫做水煮塑料管 第三个就是万一我们结石打水 碎了以后掉到上面去 我们可以看一看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都推广 用这个翘 那么 翘推开以后呢 我们静下再来看一看 我们静下主要是用这个翘 上去以后呢碎石了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我们火机关 固定以后火机关在这里碎 并且清晰 而且呢这个它的这个粉末不会往上跑 不会往上跑 热量呢也不会集中在这里 我们打了以后很快就把它做完了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这里做套石 同时直至下推进套石 好这是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 好我们再看一看 虽然很多数量管径 它也是瞎窄上不去 上不去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裸镜 我们同样的数量管径时 可以用裸镜 直接放入倒石以后 我们用裸镜去碎石 它用裸镜碎石呢 就比硬镜要好很多 为什么本身它就比这个硬镜要细 第二个呢 它把比整个上下是一样粗的 把一样粗的 所以它在裸镜碎的时候呢 就它的优势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硬镜 所以我们在很多硬镜上不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裸镜来碎石 那我们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实践上的操作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你看我们这个 呛发布金已经往下放倒石 倒石我们直接往上走 你看大家看看清晰度还是可以 为什么因为它两边尽量窍面放上去 两边还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到这个 结石的这个层面 可以直接上去看到这个结石 看到结石 这个很方便 你看虚弱结石都看到了 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碎石 那碎完以后呢 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碎石结石过了以后 病毒出院过两天跑来 所以医生我这个怎么又有胜结石了 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碎石过程中 不注意高压把石头冲上去了 但是我们进入硬镜又没办法去看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病人就出去了 我们可能病人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用了这个软镜碎石以后 碎石料把结石以后 我们其实做完以后 完全可以用镜子在塞窗上去看一看 发现大的结石可以把它碎掉 或者是把它这个套出来 其实这个普世镜子你看很清晰 这个很小的角度都可以过去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它的这个优势 把各个长大好好的看一看 看一看以后再结束战斗 最后结束以后就是我们放酸结管 酸结管 我刚才也跟他讲了这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放酸结管的情况 另外一边的放酸结管情况 我们看这个放酸结管 我们得直直下放 我们镜下是怎么样看到的 跟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这个镜下放酸结管非常清晰 而且非常好放也用力用得对 那方向是对的 这样的话有一些很瞎窄或者不好放的 它就很容易的就放上去了 大家看看好 放上去了你看这个角度很好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结束手织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直视下我们用这个合酸剂 直视下放这个双臂暖安全可靠 睡着着觉 好 我们刚才讲到把 剩结石一镜干掉了 我们塑料完结石又用一个镜子做掉了 旁观结石怎么样 虽然旁观结石不多它还是有 我们正好就遇了这样一个病例 我们也用它来做了一下 大家看看其实睡旁观结石也是一样的 它的旁观碎石 因为它这个确实它这个镜子 这个硬度比较好角度比较好 所以我们打几结石 打旁观结石也非常的顺利你看 那么过去我们认为这个 因为它操控性不好 一次性镜子操控性不好 把旁观结石老跑找不到 其实这个问题看看还是 土生的镜子把它很好的解决了 其实你把旁观的水放少一点 然后放个倒料管来出水 保持旁观内的水的这个低压 少量这样的结石不太容易跑 而且它这个镜子很灵活 完全够我们这个碎石 所以我们做了以后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 你看这是碎下来的一些碎石的结石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就是今天这个镜心教授讲 我们这个一个其实要用很多东西 当然这是一个方向 但是分久必和合久必分 以后我们越来越多的设备这么多 我们能不能逐渐到以后就一个东西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就像手机一样 我们让很多行业都萎缩了 所以我想我也把这个想法 跟我们这个普森公司的领导生 和介绍过也探讨过 那么我们怎么样以后用更少的镜子 来做这个更多的事情 这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团队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聆听 非常感谢陈岳教授的精彩分享 他结合自己丰富的经验 再加上他高超的技巧 给大家展示了怎么样化繁就解 把我们的复杂的 从上尿路结石到下尿路结石 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最好的设备 去给它完整的完好的 实现我们的手术的目的 确实是让人幻然一新 这个非常能启发大家 那么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今天也拖了大概20多分钟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有请下一个环节的主持 由我们长海医院的高小峰 教授还有进行主持 那么下一位讲者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杨景建教授 那有请高晓峰教授 郑主任 喂 郑主任 郑主任 你听到了吗 听到 听到 你搞反了 大小公子大公是自己啊 啊 搞反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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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来 聆听了一下陈岳教授的精彩演讲 今天咱们国内这些做节食的大刊在这个线上 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 我们叶江耀君教授大会主席 还有咱们曾贵华院长 也感谢普生 公司国门提供就是不靠公司国门提供这么一个学习细闻 我刚才认真听 听一听陈岳教授的 非常非常 由于时间攻击 我说这个屏幕好像是关闭了吗 喂 我是有钱 刚才医院的主任 啊 他 岳阳副主任 咱们在COA 写主任 写主任 高权后教授 和我们做精彩的学习演讲 而他的提供 和苏东方软致的挑战 我对此得要有点粗浅的认识 那么我们就 要不欢迎高权方的主任 谢谢啊 谢谢 谢谢杨丁丁 杨教授 还有我们尊敬的这个叶长平教授 这个曾国花教授 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同道 各位教授 大家中午好 还有我们在广义会场的这个刘永男教授 我已经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你了 还有我们的组织最年轻的迪教授 这个今天我跟大家的讲的呢 是谈谈我对苏东方软致的一个出钱的认识 也非常感谢这个普生公司的邀请 那么首先祝贺普生公司的软致 终于在国内上市了 因为它在国外上市了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现在国内呢今天是上市会 那么苏东方软致呢应该来讲呢 就是说跟苏东方印尽一样 都是我们采用自然解剖通道的 作为一个手术录录 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某次的手术 那么是对我们人体创伤比较小的 这样一个外壳的一个手术的方式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在临床上的使用的这个范围啊 使用的功效呢分为软镜和硬镜 那么无论是软镜和硬镜呢 其实呢它都有同样的使命 那么一定呢首先要能够进入到塑料管里面 或者说能够进入到生命里面 那么进去了以后呢还要能够看得清楚 能够能够非常的清楚的能够看清楚病变 第三个呢还要指向我们静下的一些它的使命 就是用来诊断或者说治疗 看得清能够打得到啊 那么我们这个软镜呢在我们枪内的使用呢 主要是临床上最重要的两个使用 一个是打结石 第二个呢是我们少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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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变的一些治疗 所以呢我觉得那样软镜的使命呢就 总结起来就三个字三句话进得去看得清打得到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进不进得去 进不进得去的话呢就是说主要呢是两个方面决定 第一个是塑料管的条件 第二个呢是静止的条件 那么塑料管对于一个病人来讲呢 它的条件它的粗细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固定 除非我们采用就是说双织管呢 这样的被动扩张或者球能这种主动扩张的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静止呢 对于一个病人的一次手术差处来讲呢 静止的外境呢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做到手术成功的 进入到塑料管或者剩余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早在这个本世纪初啊 200年左右其实就有很多研究 这个塑料管进入出息 对于我们上进成功力的影响啊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总体上来讲呢 就是说媒线上报道 7.2F的这个塑料管 外境的塑料管印镜啊 上进的话 如果你要能够成功上进 需要做塑料管扩张的比例呢 是16% 但是如果小小0.3F 也就是0.1毫米的这样一个直径 它的需要扩张的比例呢 就小到低到6% 所以这个数据呢还是蛮震惊的啊 虽然只差0.1毫米这样一个直径的静止 但是它能够上进的成功力呢 它就能够远远的高于我们的传统的这个静止 那么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南京鼓楼医院 他们作为一个临床的研究啊 他们是用我们传统的 9.5F的塑料管印镜 那么它的上进的成功力的失败率呢 是11.5% 所以说这个呢 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说还是在临床上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 所以就 作为我们现在的塑料管硬镜来讲也好 塑料管硬镜来讲也好 它发展的趋势 它是外景是越细越好 第二呢 我们来讲一定要能够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看不看得清楚的话呢 它决定的是 发明的因素是两个 第一个呢是本身的静子的成像的清晰度 第二个呢是水流的一个循环的能力 特别是我们如果这个圣域里面 如果有出血的话啊 那么哪怕是很小的出血 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C的清晰度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水流的一个循环能力的话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说这个静子 成像的一个清晰度 那么像我们这个图像的左边啊 是我们纤维镜 图像的左边 右边啊 是一个电子镜 这是同一个变冷 同一颗结石 那么用显微镜跟电子镜 这个来不同的进行诊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电子镜呢 它的清晰度呢 已经非常明显的显著的高于我们这样的一个 纤维镜的这样的清晰度 那么这样的清晰度能够给我们临床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的话呢 那我们的操作就会做的比较精准 操作一旦精准了以后呢 我们整个手术的时间呢 就会明显的缩短 那么电子镜跟我们传统的纤维镜相比 它的手术的时间能够缩短多少呢 大概手术的时间能够缩短20%到25%左右的时间 那么像一公分左右的这样一颗结石 用电子镜来做的话呢 大概只要30到40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手术 那么显微镜呢就不一样啊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讲的是水的流的循环的能力 那么水流的循环能力呢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是镜子跟翘之间的空隙 第二个是镜子本身的它的一个进水的通道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搭镜子是7.6F 那么我们现在传统的工作通道的直径呢 都是3.6F 所有的塑料光源已经啊 传统了 那么现在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工作在7.6F不变的情况下 你能够把这个这个工作通道的直径做到4.5F 那你这个进水就很通常 那么如果你是在外进 翘是14F的翘 内进是12F 那么如果你的塑料管径又能够做的比较细 那么翘跟镜子之间的出水的空间呢就会比较大 那么你进水呢就会比较通常 流出了的水呢也比较通常 那么我们手术的视野呢就会比较清楚 而且剩余里面的压力呢也会较低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常用的一些塑料管软精的参数的情况下呢 它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你的工作通道越粗的话呢 它的我们的手术呢会越好 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呢就是打得到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讲的是禁止的一个弯曲的能力啊 那么禁止的所有的塑料管软精呢 头端的弯曲的能力的话呢 它弯曲能力是总体上来这么讲 但是如果我们分开来讲的话呢 它的弯曲的话呢 一个呢是有主动弯曲的能力 还有一个被动弯曲的能力 第二个呢是一个主动弯曲的半径 还有第三个呢还有主动被动弯曲的一个半径 那么其实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弯曲能力呢 它是一个是控制的障段下 就是不差光线不差任何气节 第二个呢 它就是说我们气节插进去了以后 它的弯曲的能力是怎么样 这也是我们一生要考虑的 那么除了我们要考虑这些因素情况的以外呢 其实我们在做软精的过程中间 我们还会碰到很多情况下进不去的盛产 那么这个进不去的盛产呢 主要的问题是 它是二次垂直方向的弯曲能力 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往下弯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在单纯往下弯 它边上还有一个盛产 那它就会在你第一个弯曲的这个平面上 又再要做一个垂直方向的一个弯曲的话呢 现有的软精能 大多数软精能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非常注重的是一个 二次的垂直方向的一个弯曲的能力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图呢 展示的是一个被动弯曲的能力 其实我们现场很多塑料光 已经进入到下展 都是要运用到一个主动弯曲 跟一个被动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盟力 那么才能够进入进去 第二个我们还要讲的是一个主动弯曲的快进 那么特别是在一些狭小的肾脏的肾脏 看得清那一张后面就不动了 你再共享一次 再共享一次 我这个先推出来了 因为你讲的东西很精彩 我们都看不到 好 那我们再共享一次 就声音是有的是吧 声音很清楚 声音很清楚 就是不知道什么 就去到另一张就不下去了 现在看到了吗 可以 非常清楚 现在 那么我们观看这个主拿就是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 这个杨准 杨准那边看得多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 讲的这个弯曲的能力 刚才我们讲了 一个是它的弯曲的这个角度 第二呢就是弯曲的半径 那么弯曲的半径呢 其实呢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从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如果你的弯曲的半径越小 那么能够从我们圣与圣战空间里面 越小的这样的辨论的话呢 它的活动的范围呢是越大 所以现在我们一些好的这个镜子 它的弯曲半径呢 都是逐步逐步的偏小 而且在配合一个被动弯曲的能力的话呢 它呢就能够做得到 这个进入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下展的 这种解剖关系的这样去换在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好的一些这些镜子的话呢 都是上下275度的这样一个弯曲的 这样一个能力 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不同的镜子 它在空载状态下啊 就裸镜状态下 它都能够到270 或者说2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插针去光纤了以后 那你看我们所有的镜 不同的镜子 它的弯曲的能力呢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呢看这个镜子的时候呢 不能光光的看这个就是说它的参数 还要看一下就是它的实际的 带着我们光纤或者套斯兰的以后 它的弯曲的能力呢有多少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二次垂直方向的一个弯曲的能力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的是一些 比较复杂的下展解剖的这样一些患者 那么如果有二次垂直方向的弯曲能力的话呢 那呢就会给我们领床上展 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改变 那么是我们手术成功率呢 也能够大为的增加 所以总体在我们国家呢 就是说这个软镜呢 现在已经较有普及了啊 那么我们医生呢 对软镜的优点和缺点呢 他都是非常的了解 优点的话呢第一自然通道 第二整个上尿路系统 肾与肾长输尿管上脑 都能够用软镜来来进行处理 缺点的话呢 第一比较容易损坏啊 那么使用的成本呢比较高 那么第二呢 就医生的操作呢会比较累 当手举着这个镜子 那么这个呢 我们操作软镜的操作相对来 输尿管硬镜来讲呢 操作的话呢 它是比较困难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由于什么呢 主要是由于软镜的近期的近身 啊决定 因为软镜 除了头盗能够弯曲以外 它的近身也是软 那么软镜的近期的话呢 它不能够像输尿管硬镜一样 做同轴的旋转 这样的话呢 给我们临床上的使用呢 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相对于我们输尿管硬镜来讲的话呢 软镜的它的使用起来的比较累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图片啊 这个所长期这样举着的话呢 这个对医生呢 不是非常的好 第三个呢 它的使用成本太高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可能很多我们的专家也都讲到的啊 输尿管软镜容易损换 那么它的维修使用的成本呢比较高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的话呢 其实操作比较难 医生操作比较累 使用成本比较贵 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软镜所引起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第一个是近期 我们是以前的软镜呢 它是很软的 现在的呢 是应该来讲呢 是软硬四翼啊 就是说 以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输尿管软镜 你要帮它竖起来 这个近期是竖不起来 但是现在的输尿管软镜的话呢 它都能够帮它竖起来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把镜身加硬了以后呢 它呢 无论是裸镜上镜 它的成功也能增加 第二呢 同轴旋转的比例呢 它也能够增加 是我们的操作的话呢 也会大大的这个减切难度 而且呢也不容易损坏啊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浦生的 这样的一次性的电子 输尿管软镜 它这里的近身 就比我们传统的输尿管软镜呢 要硬很多啊 要硬很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无论是裸镜的上进成功力也好 还是已经进入到肾域里面了 同轴旋转的比例呢 也会大大的提高 第二个呢 它是传统的输尿管软镜 都是这个一把镜子 然后一个摄像头 那么这个摄像头 如果比较硬的话 比较重的话呢 给我们医生呢 带来了很沉重的一个操作的负担 那么现在我们好的一些电子镜的话呢 都是一级 那么它能够大大的降低 这个我们镜子的这个重量 那么是我们呢 减轻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操作的成本啊 我们想苦生的这个镜子呢 就更加轻了 就更加轻了 跟我们传统的电子送料过来的相比 还有使用 还有轻便 那么另外一个类的话呢 就是我们解决的啊 就是一个用这个机器能 来完成这个操作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这个呢 都是国外的这种机器能 那么现在我们国内呢 也正在研发这样的这个 塑尿管软镜的机器能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课题啊 那么也是我们跟这个 还有曾院长广一 还有同济啊 还有这个氢化参观 一块研发的这么一个镜子 是也准备 现在正在这个 嗯 截起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柜的话呢 最重要 就现在我们已经 这个时代已经来了 是一个一次性的电子送料过来的 啊 我们这样的一次性电子送料过来的 最重要的 它是作为耗材一样的事 第一呢 没有交叉感染 刚才说 喂 PPT又卡了 再共享一次 啊 PPT又卡了 对 因为你PPT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都想看一看 再共享一次啊 我再 再共享一次啊 如果卡了你再提醒我一下啊 好的 那么 那么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这种一次性的电子送料过来的 除了我们这个临床使用上更加安全 没有交叉感染的这种可能 那其实我们送料过来的软件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它的工作通道比较差 你外面消毒是比较方便 但是你要把里面整个枪道里面都要把它消毒的非常干净呢 它的缘求还是蛮高的 所以第一个它没有交叉感染的可能 第二个呢 它是一次性使用的话呢 它的使用的成本 特别是对我们医生的心理压力呢 可以大大的降低啊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传统呢 这个塑料过来的软件 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塑料过来的软件 并不是我们现在最理想的塑料过来的软件 那么我觉得理想的塑料过来的软件呢 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 进气的外景要更细 这样能够提高上进的成功率 而且呢 能够减轻剩余里面的压力 第二个呢 要有更粗的进水通道 第三个呢 要更自由的湾区 湾区的能力和湾区的幅度 这里呢最好有一个二次的垂直方向的湾区能力 那么更安全的话呢 一次性使用 成本呢要低点 那么医生的操作的体验呢 要非常的爽 当然还有很多功能啊 既能够治疗塑料管的这个疾病 也能够治疗肾长的疾病 那么以前就像我们刚才 呃成月主流讲的 一镜走贴下 我们希望呢 有一根镜子呢 能够一镜就能够解决 这个输量管下段 中段上段 剩余 这样的一个疾病 而且呢能够带来 整个操作的企业呢 都能够跟应景的验耍 那么当然我们还 还有一些发现 料路商品肿瘤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功能啊 那么我觉得呢 就说未来的输量管软件的话呢 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呢 其实是个加油管 是个加油管的这个系统 我觉得恶来的输量管软件 最好是一个系统 是一个固定的总控 在后面 然后是一个静气 这个静气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像个蛇一样能够做能够生出来 那么这个静气的话呢 是一个水蛇的静生 很细 但是这个静气能够承受很强的力量 像蟒蛇一样啊 那么头头呢可以自由的弯曲 可以自由的弯曲 360度的 像我们现在搭奔机手术下的 机器人的手臂一样 能够自由的旋转和弯曲 第四个呢 医生的操作呢 在这个静体的后面 不要像现在一样 我们还要举这个手 这样来操作的话呢 这个医生的体验呢 相对来讲呢 稍微差一点 所以我觉得呢 未来的输量管软件呢 最好呢能够帮它做成一个系统 那么像现在我们普生的这个 电子一次性的电子塑料管软件的话呢 我觉得呢相对于我们 传统的显微塑料管软件 相对于传统的电子塑料管软件呢 也是一个一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那么第一呢它非常的轻便 第二呢 弯曲的能力呢非常强 而且呢弯曲的半径呢 非常非常小 那么是我们在剩余里面的这个 复杂的下降解构解释呢 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 所述的成功力啊 第三呢 它的同轴的这个旋转比例比较好 它的近身比较易 那么使我们有可能用这段镜子 不仅能够来治疗剩余的解释 塑料管上端的解释 同样我们的一些塑料管下端 中下端的解释呢 也可以呢 用这个镜子呢 同时呢 来进行处理 那么而且呢 它的这个事业呢 非常清楚啊 事业非常清楚 那么是一次性的使用 那么是我们医生 没有说二次重复污染的这种担心 也没有成本的担心啊 所以这个呢 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当然我们也希望啊 普世能够在这个镜子的基础上 能够再进一步的发展 使我们外科医生 对塑料管软精的体验呢 越来越好 也希望呢 他能够在国际的市场上 能够拔在头丑啊 继续的领导这个我们 这样的一个塑料管软精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 占取更大的国际的市场 好 谢谢大家 这个 这的 梁德教授已经上场了 哦 声叫做 编长 羊主任 可可直立 杨主任 你再总结一下嘛 杨主任 你说啊 听到了呢 听到了 听到很清楚 刚才那个高村公司 我看到中央华月亮 特别瞧了主讯还了 队南好 杨主任好 觉得刚才跟我说 刚才讲 你好,新闻,新闻,今天和我们做了特殊的报告,做个经济剧,首先经济剧看得清,感到,比如说新闻软件,早就新闻软件看得不错,就是说,软件之后非常困难,操作新闻软件,而且不常去,然后呢,我们采用一下普通的新闻软件,表扬了很多, 我们采用一下做通通,所以时间关系,我们最关键结束,有请王文杰,我论人做事案的看见的主持,有请王文杰,但是感谢大家分享。 谢谢杨主任,刚才我们国内的集大咖已经分享了,我们国内的专家在用输来软件, 这张蜜料系统节词里的一些心得体会,都相当的精彩,那么我这个环节呢,就来到我们有请国外专家的这个环节了,那么这个环节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国外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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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